港版的這個所謂的港版的國安法就七條 那這七條裡面其中有一個就是說 我直接設立一個可以履行中央國安職責的這個機構 我們過去看到反送中 很多的這個我們還要猜說 這個這個看起來像香港警察還是解放軍偽裝的 過去我們還要這樣講 那可能是這個武警或解放軍偽裝成香港警察 現在不用了 現在連偽裝都不用 我直接包括包括我們知道 過去中聯辦他在怎麼樣 他至少要守住那種 我不要妨礙港人自治 他雖然大家都知道說 你就是這個北京安插在香港 一個老大機關 可是以後中聯辦 他毫不需要掩飾 我就直接 我就化身一變 變成是中央授權 我在這邊履行國安職責的這個機關 那履行國安職責 以後誰敢這個上街頭 為了國家安全 解放軍可不可以來 解放軍可不可以直接上街頭 這未來都會造成很大的恐慌 那我覺得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其實看如果假設這個港版的這個國安法是好的 香港橫生指數應該要漲啊 我先不管說有沒有人刻意要這個做空啊 有沒有人刻意要怎麼樣再重重牟利 可是就常理來講 你自由經濟市場如果這是一個大力多的消息 應該是大家要漲才對啊 中國兩會現在正在開會總給點面子吧 兩會召開不是代表說中央政權的穩固嗎 結果呢 香港橫生指數應聲大跌 那表示大家對你沒信心嘛 而且大家知道香港是整個中國裡面最國際化的地方哦 如果香港橫生指數大跌那代表什麼 國際社會對你有信心嗎 第二個我認為大家不用那麼悲觀 要不要去看說這個香港未來五十年怎麼樣 中共這個政權有沒有辦法繼續撐五十年 我都很懷疑 你這麼樂觀 有沒有辦法繼續撐五年 我都覺得有問題 我認為他們今天之所以會無孔不入 施出這麼粗暴的手段 代表內部很危急的啦 他們內部的這個鬥爭 包括這次疫情這麼嚴重 他們自己都講啊 這這次如果各國都來索賠的話 那比庚子賠款還嚴重啊 過去庚子賠款 人家是洋槍洋炮 你可以說這是不平等的 這一次人家是被你中國的這個武漢病毒害成這個樣子 大家來索賠哦 按照法理來跟你索賠 我覺得中國現在內部的這個各種內外的交迫的壓力非常之大 所以我舉一個例子跟大家講 一九九零年代 蘇聯那支大北極雄 不是說很壯的 很強的 領土很大吧 跨倒就倒啊 東西德的柏林圍牆也是一氣之間就垮了 那我認為就是說 這個獨裁的政權 他累積了太多的不滿 跟那個怨恨 就好像一個大水壩 你看起來很堅固 他其中只要有一個漏洞 這個漏洞沒有補的話 一下子有可能會整個潰堤 所以我是認為中國未來的三年五年之內 我覺得都非常不平安 我擔心的台海安全 不是說擔心這個我們自己跟美國關係會不會好 好不好 或者我們自己有沒有辦法固守住我們自己的這個疫情 我反而是擔心說這三年五年之內 中國內部的紛亂會讓他內政想要轉外銷 來影響到台海的安全 這才是我擔心的 晚間十點盡情鎖定 朕知道了